接着我们来分析 就是说那个多选的一个规定 那早期呢 我这里有三个规定 其实就是现在只考数学的一个规定 这是在99年以前的 这是100跟101 这是102以后的 那早期的话呢 这里就是四个选项 四个选项 现在多选变成五个选项 感觉变复杂 那倒扣机制呢 99年之前的期望值会是零 等一下我们又上看看 它这里一开始八分 然后呢 一开始有八分 那错一个呢 两分拿不到 还要再倒扣两分 所以它是840-4-8 这样子分数上递减 这是四个选对 错一错二错三 四个全错 那接着呢 101的机制呢 它其实是跟前面很像 84 可是它把这扣分了就变成不见了 就是对一个 全对就错一个 那错两个以上就没有分 好 那有人会觉得 哇我错两个就没有分 好像很可惜 对所以现在新的呢 又变得更宽了 一开始八 那错一个呢 错一个就有4.8 错两个1.6 错两个还有分哦 错三个以上 345才是零分 这是现在新智的情况 好 那我们现在来算一下 这三个制度里面 它的期望值各是多少 好 所以我们先重新把它写一下 就是说 一开始有可能是 这是 99年的 99年的制度就是说 840 然后接下来是 -4跟-8 好 那接着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个几率 这几率是什么呢 16分之1 因为现在有四个选项 这四个选项而已 所以全部乱拆 拆对几率16分之1 好 那接着呢 这里拆对的几率呢 是16分之4 好 就刚好 错一个 你可能错第一个 错第二 错第三 错第一个 就是巴斯卡三角形的 C4取1 那这是错两个 就是C4取2 那这错三个 14641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边呢 这边把它这样子乘起来 那这样加总之后呢 就会得到的是 16分之8加4 其实这刚好抵消了 就是刚好 正式负式跟正式正式 这抵消 这也是抵消 这也是0 所以这个就是0 所以在99年之前的 多选呢 你乱拆的期望值会是0 运气不好的时候呢 可能会扣到别提 这是非常惨的情况 好 那100年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就是 它就变成 16分之4成4 再加上 后面都是0 所以这就是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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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0,0 好 就是错两个以上都是0分 所以这样子 一提的期望分数呢 就会从原本的0 变成了16分之16 再加8 16分之24 也就是2分之3 好 所以在100年之后多选题 原本乱拆 从0分 可是8分里面 你可以拿到1.5分 所以猜的话呢 还是有1.5分的一个价值 那我们先来看 现在的102连 可是它有5个选项了 所以它一开始乱猜 猜中的机率 其实下降了 那接着呢 它现在有什么呢 有3.5分的机会 会拿4.8分 那还有呢 12分之10的机会呢 会拿那个 就是一次少3.2 最少3.2 会拿1.6分 那接下来都是0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到底有没有比这个高呢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稍微约一下 这是32跟 刚好约掉 约掉的话 这里是那个 剩下20 这里20 那这里约掉的话呢 这里刚好乘起来 变成24 24 那再约掉 嗯 好 这里变成是那个 约掉的话 变成 约8 就变成2 这变成4 那是 这里是0.5 这0.5 那这里是那个 0 这边是约掉 这四分之三 这是0.75 0.75 那这里是0.5 那这里会是 很小的那个 就是等于四分之一 这0.25 那所以在新的制度里面呢 它的期望值就变成什么 0.25加0.75 这是1.5 所以在新的期望值呢 在新跟旧制度里面 它期望值 其实是一样的 虽然看起来好像 对 你对两个还有分 可是因为 它选项变多了 所以这个 这两个期望值 就还是相同的 那 所以对多选呢 要猜不猜呢 我其实鼓励就是猜 其实在99年的时候呢 我也鼓励猜了 反正就是怎样 期望值是0 其实你猜 并没有损失 但只是会有一些风险 就是 可是你可以正面去想说 你有可能得到比较多分 有可能得到比较少分 那现在期望值是正的情况 当然就是 猜是一个更好的情况